连续32年配发鼓励的电子代工厂 我该怎么看 今天要来聊聊的就是人保电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电脑成立于1984年 于1992年上市 股票代号2324 资本额新台币440.7亿 主要营业范畴为5C电子产品之研发、设计、产制及销售 像是笔记型电脑、平板、智慧型穿戴装置等等 接着来看一下近几年的表现 营业收入的部分 可以看到营收是一路震荡往上的走势 看起来很好 再来看营业毛利的部分 走势却没有像营业收入那样的涨势 在营业利益的部分 也跟营业收入一直往上涨的走势是有明显差异的 这个时候聪明的你就要来看一下三率的状况 在营业毛利率的部分 果然是一路震荡走低的走势 人保的毛利率 整体是呈现震荡走势 广达的毛利率 广达的毛利率走势 所以先往上再往下 2018到2020年 可以推讨公司可能意识到毛利越来越低的状况 所以有在做改变 还有伪创也是 2018到2020年的毛利率也是上扬的 而鸿海也喊出毛利率提升至10%的目标 人保的营业收入是持续提升 如果毛利率也能跟着提升的话 结果就会不同 假设毛利率提升0.5% 那么在营收不变之下会变如何呢 营业收入乘以毛利率3.88% 等于营业毛利 可以看到毛利率只多了0.5% 但是营业毛利就多了将近50亿 所以对营收越高的公司 就是更要想办法提升毛利 这样就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税后净利率的部分 2011年到2013年是往下的 近几年则是呈现瑕浮震荡的走势 税后净利的走势 基本上就是跟税后净利率一样 业外损益的部分 2011到2014年是相对不稳定 2013年是有较大的起伏 2015到2020年的表现 就相对稳定 是呈现一个区间震荡的走势 在深入看一下业外损益 在其他收入的部分 利息收入的部分是越来越多 这个部分算是相对稳定的收入 也是占比相对较高的部分 鼓励收入也可以算是相对稳定的收入 整体其他收入的部分 是呈现成长的趋势 主要也是受惠利息收入变多 那在其他利益及损失这个项目 2013年与2014年最大的损失 就是金融资产减损损失 从2013年的联报上可以看到 出售微保电信股权 依据股东协议书 将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差额 任列对微保电信股权投资之减损损失 2013年业外损益 主要就是这一笔损失 那在2014年的联报上 可以看到于民国98年 以私募方式投资划印 且与母公司大统签订协议之争议 依据仲裁庭判断之结果 于103年第一季任列约 47亿支股权投资减损损失 所以可以看到人保 在业外的投资上 相对是比较运气不好的 连续两年都是任列减损损失 接着回到其他利益及损失上面 还有一个是外币兑换损失 这个也是要稍微留意的地方 历年EPS的走势 2011到2013年是走下坡 但是2014年是随即攀升 直到2020年 是呈现一个区间震荡的走势 也是相对稳定 109年度营业比重 5C电子产品占比高达99.7% 其他只有0.3% 在销售地区方面 每周占比47.4% 欧洲占比24.8% 亚洲韩台湾占比25.1% 其他占比2.7% 可以看到主要的销售地区都是在国外 所以是外销股 那么在外币兑换这个项目就要留意 接着来看2021Q1的表现 在营业收入的部分 2021Q1对比去年同期是大幅成长 毛利率的部分 2021Q1也是连增 营业利益率 2021Q1也是呈现连增 业外损益的部分 2021Q1也是连增 不过对比营业利益 占比算相对较少 因此影响不会太大 税后净利率 2021Q1也是呈现连增 虽然2020Q1受到影响 机器相对较低 但是2021Q1对比去年同期 是呈现三绿三升 表现算不错 EPS的部分 当然也是呈现连增 更是创下近年来同期的新高 整体来说表现很不错 负债比的部分 近几季大部分都是在70几% 乍看之下好像负债很多 但实际上短期借款才10% 长期借款才2点多% 真正借款其实不多 仔细看一下 主要是应付账款较多 大部分时间都是高达40几% 那应付账款是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明你就懂了 当你制造汽车需要零件 因此你向厂商叫货 厂商也将货给你了 但是你却没有全部结清款项 这个买零件所产生的费用 尚未给付给厂商的钱 就被称为应付账款 也就是支付营业成本的款项 尚未结清给付的部分 而应付账款基本上是不用利息 因此应付账款占比高 除了资金应用更为灵活 也代表公司对上游厂商 是相对有溢价能力 本益比的部分为8.54算低 股价净值比的部分为0.95算低 股利政策 根据GoodInfo资料是连续32年配发股利 近10年盈余分配率平均为81.34% 算是颇大方 近10年都是以发放现金股利为主 不过近几年都有使用公积来配息 近10年殖利率平均为5.9% 算是很好 还原月线图的走势 整体也是一路震荡走高的趋势 只是过程的震荡大了一点 从月线图来看 可以看到人保之前的股价 也是百元俱乐部 但随着岁月的过去 股价是呈现震荡走低的走势 那从周线来看近10年的走势 是可以看到有一个大的震荡区间 那区间下远就是2013、2015、2020年的低点位置 基本上来到这个位置就相对有支撑力道 从价量累计图来看 这边是分成10等份 那最多量人的地方 大概是落在18点多到19点多这个区间 那以长期走势图来看 就代表最多人成交在这个范围 也代表长期走势是落在这个范围 所以我的成本如果是落在这个区间 那么当超出这个范围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算超额的报酬 那么偶尔会低于这个范围 那么就是快接近前提的支撑位置 相对有支撑力道 上述都是以历史的走势来进行判断 实际上会因应各种变化 走势会有所不同 以上的资讯分享给各位朋友咯 本频道没有建议任何买卖操作 单纯分享资讯 以上分享皆为个人心得 本人无邀约推介之行为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有想要分析的个股 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咱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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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